这里提到四根本标志 四根本标志 为无子聚荣案 母无名作名 结圣菩提印 十字表虚空 一 瓶罐 出瓶罐是 左手五指聚荣 右手十指压在其上 其表所聚荣为 五共通五佛罐顶 能聚荣为金刚上师之罐顶 故以六指表之 密冠 知其言由后 密冠之时 以左拇指 即无名指 相连 如印度法源之像 连持贯顶悟 菩提心之以 舌上之像 问其 此标志为何 四四肥陀 四肥陀中的 四肥陀中的 阿达 伯 肥陀 言此为菩提心 只以舌上之标志 三肥冠 地上灌顶之标志 其右手十指 为方便 交禅 左手十指 为知会 表方便知会双印 且菩提心 且菩提心 不漏之标志 明夜 最胜菩提空 乐无别手印 第四观 第四观之标志 以右手十指 绕虚空 表大乐法身 如虚空 此为四根本标志 跟大家讲这个 四个手印 四观的四个手印 其实每一个教派 都有点不太一样 撒迦教是这样子讲 第一个手印 贫贫的手印 贫贫的手印 就是这样子 五指济荣 左手五指济荣 右手 他是用哪一个指头 应该是十指吧 对 右手与十指 压在这个瓶上 这是瓶罐的标志 瓶罐 第一个罐顶 就是瓶罐 瓶罐 第二个罐顶 第二个罐顶 就是密罐 这是密罐 密罐的手印 密罐 密罐的手印 第三个罐顶 第三个罐顶 第三个罐顶是会罐 随罐 是这样子的 第四个罐顶 右手 右手十指绕虚空 表大乐法身 如虚空 以前我师父是教我这个样子 这个右手十指 是这样子的 这个代表西空 就是大致如来的手印 大致如来的手印 这四个罐顶 就是代表着四个观点 为四根本标志 你 这三个罐顶 是上青 还是在法国 里面 那个 这位有 第二个罐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